其實我很祝福榮祥 因為我之前得到媒體的消息 就是他得到獨立製片的最佳男主角 那會把這個心願燒給他這樣子 然後其實今天對我來講蠻特別 因為本來我不能來的 因為我今天2點鐘本來有個錄影 那我就是在購物台嘛 10點跟2點都有錄影 那我就跟翔哥講說 因為空氣不可能改 如果你願意承前我 你讓我10點的業績很好 然後2點可以重播 結果真的可以重播了 如果他不嫌棄的話 我跟他談的電影案子 我一定把它完成的 不惜成本我都會完成 然後我希望他的遺孤跟他的弟弟 如果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找我 電影的案子我就是 其實對我來講就是蠻難承受 結果就是說 我應該是演藝圈最後一個跟他聯絡的人 就是前一天晚上他有約我 就是說去那家唱歌這樣子 那因為我晚上比較不習慣出去 我想說約第二天的下午 其實我也蠻自責的 為什麼我那個時間沒有辦法去 也許我在 事情不會這樣 事情不會這樣 不錯 謝謝 謝謝